大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在线上一切来叩咒主,能够一起来守主日,感谢主,我们记得去年3月18日那时开始,我们政府就实行了这个行动管制令,我们开始了这个新的常态,戴口罩啊,洗手啊,保持拒累啊,在线上聚会啊,疫情呢,好像又再次把我们的焦点,再次 带回这个家庭,四天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周年了,大家运好没有啊,我希望我们都相信主的恩典是救我们用的,去年到今天呢,这个疫情呢,对很多人造成了这个影响,很多人都在这个工作上受到影响,在这个生水上被减了,在这个工作的方式里面呢,他当然都被逼, 不能够起到光丝去做工,而是在家里够继续做工,有些人呢,甚至是被这个疫情感染到,所以有很多人都陷入这个忧惑里面,情绪低落,感觉到失望,甚至是有些是绝望的,信靠耶稣的人呢,虽然有时我们会感觉到无助, 但是我们生命上,始终不会有这个绝望的,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这个环能中随时的帮助,是我在疫境中的盼望,Amen,Amen,Hallelujah! 耶稣基督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再一次你,招集你的教会在先上一切你聚会,主啊主啊,你是祂福活的神,你是在我们在疫境,顺境中的,可以靠的一位真神,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主啊你带领教会,继续你,得胜在疫情当中,也都能够刺激你的盼望给我们,主啊你的爱,你的信心,也都加添在教会当中, 好,希望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继续走每一日的道路,主啊,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Amen! 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就是,在住家,或在职场上呢,能够示范怎样以基督为仇,经文呢,来取之歌罗西书,第3章第18节到第4章第1节,大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讲到家的时候,你会想到怎样的一幅图画呢? 前面,这里呢,就有两幅图画,你会选哪一幅图画呢?你代表家这个字呢?鼓励大兄姐妹,一起来互动一下,写下你的答案,1号或2号呢? 你会看到这两幅图画呢?你心目中的家,是哪一幅图画呢?让我们知道你的答案。好,感谢主,感谢大兄姐妹能够一起来互动。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有钱人,一天呢,他就在这个喝酒,喝到很醉了,那么他朋友呢,就带他回来,他的大屋,是一间很大的屋,因为他是有钱人,那么他又落车,在这个大屋的前面落车,就去走入他的家里,但是他喝到很醉,那么他又走走跌跌的, 这样,他的这个保安呢,因为他很有钱,他家里有保安的,所以他的保安就看到,哇,他主人,就是回来了,那么,为什么走路不正呢? 就走上去,说扶起了,就说,先生,我扶你回家了,那个有钱人呢,就很奇怪,一闻回这个保安,说,家里,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啊?你能够扶我回得了家吗? 保安听了,就说,哎呀,真是心想,这个真是喝醉得很够,保安呢,就指着那个,他的家里说,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有钱人听了,他又不醉得了,他又,他又多清醒,他又指着他的心,指着他的远处的那家里,继续说,那不是我的家,那是我的房屋,这个回答是很正确的,家不是物质, 不是这个空巾,所以,如果这个空巾,一个家里面的空巾,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冷战,痛藏而梦,这个家就成了家,什么时候家呢? 有一个诗人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是这样解释的,家里面呢,装满了暴,是一个亲人抚伤圈挂的一个地方,家是有我们一个被风被雨的地方,家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温暖的地方,给我们希望的地方,家是一种文化,家是一段时光,家是一种情怀,家是社会最小的这个细胞, 没有家庭的和系,就没有社会的和系,没有家庭的平安,就没有社会的安宁,家和民是兴。 讲到家的时候呢,我们不敢想到这个世界混乱,进入了这个家庭,家庭失去了神创造的这个秩序,家庭的承言的角色呢,都很混乱,比说爸爸,爸爸周不时在这个混乱的家庭里面呢,都是很少出现的这个爸爸,很少花时间想这个家庭的关心,子女,和这个家庭的需要的一个爸爸,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很忙,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演员, 使得爸爸的角色不清楚,很混乱,这个妈妈呢,妈妈这个就是混乱家庭的妈妈的角色,都是一样很混乱的,我们看到这个全能妈妈,入得出训访,出得听堂,接送孩子很忙的,在这个即场上呢,都是一个女强热等等,这些是好,不过系,和这个圣经的角色呢,妈妈的角色是有出入的,是有混乱的。 还有我们也看到这个孩子,孩子成为这个小皇大小公主,被这个大人宠慰了,所以这些角色呢,都是很混乱的。我们看到世界的混乱呢,已经大大的进入了这个家庭,影响到家庭进入这个角色的大混乱当中。 当我们说到这个即场的时候呢,我们都一样都想到,这个即场里面呢,充满了这个世界混乱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即场里面呢,有这个虚假,虚假的这个形象。 欺骗啊,都背直啊,等等的,这些非常之不好的这个文化。 在这个时代呢,很多的这个公司呢,都强调,需要有这个狼的文化。 狼呢,是一种毒物呢,是很残忍的。 所以,当公司强调,我有狼的文化。 他们是想到,怎样来增加他们的这个生意压, 怎样来赚大钱。 所以,他们就培养这个即场呢,有一个狼的文化。 让我非常积极的争取。 所以,使到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呢,在这个狼的文化的影响之下呢, 就是,无论是升职加薪,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政治, 都用不择手段的这个方式来得到目标。 就是,以后是这个争取这个得到目标。 怎样的手段呢,就不管了。 无论是怎样残忍的,或者是不合这个人情的, 或者是不合真理的,都不计较,一点都不计较, 只要是得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公司文化呢, 产生了很多不好的这个文化。 到底,有没有强调这个品格的这个重要性呢? 在这个MCO里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回到公司来工作啦。 即是我本身的两个妹妹都是啦。 我妹妹呢,都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一段时间呢,不能够回到公司来做工。 就需要在这个家里来做工啦。 那样,在家里做工的上司呢,都是女人来的。 那样,在家里做工的时候呢, 哇,这些女上司呢,就很紧张啊。 那样,一样打电话来问, 来跟踪你啊, 来了解你啊, 到底有没有做工啊, 或者是偷懒啊。 那样,搞到别人上厕所啊,都不行了。 那样,一样接电话,一样来电话。 那样,一样来电话。 渐渐地呢,这些女上司呢,都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疫情。 在这个会议当中呢, 来开始,以无无伦次。 来开始,啊, 来做很多的人身攻击。 对着的妹妹来做很多的, 这个,啊, 不应该说的说话, 来攻击人的这个品格。 非常之不应该的。 更可惜的, 我们听到这个女上司呢, 原来是基督徒来的。 所以,这些是非常之, 令到这个基督这个见证, 非常之受这个规损, 非常之可惜。 所以,在这个混乱的家庭, 还有这个证件, 还有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证件里面呢。 我们不敢按摩呢, 我们的出路在哪儿。 感谢主, 我们在圣经里面, 就是我们对这个混乱世界的一个答案, 有一个出路。 上帝也要清楚来把书说, 上帝的创造呢, 在这个创世纪里, 明明记记了, 上帝从这个没有的一个环境里面, 创造出有。 上帝的创造有时从这个空虚,非常混乱,非常邪恶,非常可怕,非常危险,不适合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 来创造,使到这个整个混乱的世界,进入这个秩序的世界里面。 因着上帝的创造变好,变得非常美好,变成这个好美好美丽,能够非常适合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大难,和为人的这个预备和祝福是多么美好呢? 在创世纪第一到第二节那里,很清楚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的,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地是空虚黑暗的,是很混乱的, 但是呢,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之后等等的,还有其他的东西,上帝都一一创造了, 不但在这个创造上,神做了神,即其事,就是没有的东西创造变成有, 但是神也都将这个混乱的世界,这个变成一个绝序,有绝序,美丽的世界。 感谢主,就是今天呢,我们都期望,我们都祈祷,神在这个混乱的这个家庭, 和这个没有绝序的职场里面,带出一个绝序给我们,带出一个新的绝序给我们, 带出一个新的绝序给我们基督徒,给教会,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活出一个, 这个经威神的一个绝序里面,神所带领出的这个经威的绝序里面。 人不断是蒙上帝创造的,当时上帝很爱惜的,上帝祝福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使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一个职场的人,职场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的出路在这里,我们的出路就是在神的话语,神的圣经里面,就是有答案了,神的话语。 Amen! 过来,塞斯第3章第18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祖里面是合一的。 好,这里讲到,猜子要顺服丈夫,顺服这个字就是要被管教,被管的意思。 所以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主里面顺服,主的圣经的教训里面,是要顺服丈夫的。 那么如果是丈夫叫妻子做一些,叫妻子做一些,也不是在主里面允许的, 比如说偷东西、握东西、偷钱等等,就不可以了。 一切的顺服都是基于在圣经里面,符合圣经真理,才可以顺服的。 如果圣经外出的东西,违反圣经的,就不可以顺服的。 所以这里做妻子,一定可以在主里面顺服丈夫,这是圣经讲的。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我们的妻子很有才贯,很有口才等等。 一般的姐妹,给弟兄,都能够讲话都比较聪明一点。 对吧? 姐妹,你们是聪明一点的。 所以,感谢神,这个神能够给我们一个能干,有聪明的,有口才的妻子,在家庭中,来帮助这个丈夫,来照顾这个家庭。 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妻子是丈夫的一个好帮手。 妻子是要服养丈夫的管理里面,帮助丈夫,使得丈夫能够成功,使得丈夫能够得到鼓励,使得丈夫能够带领整个家庭。 所以,这里呢,也都可以提醒,做牧者的这个妻子,或者是孩子们,你们就最清楚爸爸,或者是丈夫的这个软弱。 这样,这里呢,就鼓励你,就看到爸爸的软弱,不触的时候呢,就没有你笑气了,或者是,甚至是看衰气啊。 我们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可以多多为着我们的这个丈夫,或者是爸爸,来祈祷。 多多来鼓励他,为他加油,使得他能够在服侍的道路上,能够交力量。 不单止是来自上代的这个力量,耶稣家庭的力量。 也都透过耶稣,透过这个家庭,你刺激的力量。 就是耶稣透过妻子和儿女的对丈夫的一个鼓励,一个祈祷,都是很有帮助的。 以法所需的英章24节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在这里,以法所需的讲到,菜籍凡事都要顺服丈夫,因为这个是圣经的高度啊。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丈夫,还没顺居的,要怎样呢? 在北达全书第三章第一集讲到,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即使有不幸的,不幸从道理的丈夫,也因妻子的平行,并非愿意而感化过来。 那么这主要,主要高分是讲到,教宣,那个猜子的丈夫,就没顺也受的。 所以,妻子仍然都要来服侍,顺服丈夫。妻子的顺服丈夫,好的见证,好的生命,好的品格,能够感化这个未顺主的丈夫。 使得希腊都能够愿意,因为妻子的见证,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耶稣,来接受耶稣。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对着妻子,妻子有很大的影响力。 使得丈夫能够得力,得鼓励,姐妹们加油! 以法所书第五章第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她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第25节,说丈夫人,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以哥罗斯书第3章19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历待她们,不可苦待她们。 这几节的经文都说到,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角色是爱吃气的妻子,不可以苦待的妻子。 刚才说到这个妻子的角色,就是爱顺服丈夫,爱服丈夫,爱你支持丈夫,帮助丈夫。 但是来到丈夫的角色,上帝明明说得很清楚,丈夫是妻子的头,和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所以,丈夫在家庭上是个头,是带领整个家庭向全行的角色。 但是,这里说到丈夫是爱吃自己的妻子。 没有说到丈夫是管教你的妻子。 因为刚才说到妻子来接受丈夫的管教。 而圣经在这里,这一处说到丈夫需要爱吃妻子。 所以,爱是能够叫人家三福好福的。 爱能够激励妻子对丈夫有顺服的保证。 也想到爱是上帝来的。 《约翰一书第四,将第七经》。 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这个经文说到非常之好。 《约翰一书》那里说到,我们比处相爱。 因为爱是神那里来的。 凡有爱的,都是神以生的。 认识神的。 所以,说到丈夫爱吃妻子,就透过带领妻子和儿女进入爱神, 认识神的这个地步里面。 今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一起来反省。 到底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去哪一个方向? 是爱吃世界? 爱吃这个享受? 体贴这个肉体? 或者是带领我们的家庭更多来认识上帝,爱上帝。 但是,透过家庭的这个祭藤,我们的读经生命等等。 是不是这样? 我们求着你联吻,帮助我们,能够做丈夫的。 大家一起来祈祷,一起来思考我们带领的这个家庭的方向, 是怎样的一个方向。 丈夫们,加油! 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 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带领家庭的一个角色。 Amen! 哥罗塞书第3章第10节。 说到这个做乙女的角色。 你们做乙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选乐的。 哇,这里讲到做乙女的凡事。 凡事,就是不是一两件事。 或者是,喜欢哪一件,就是听从父母。 不喜欢的,就不可以听从父母。 不是啊,是说到凡事,就是喊不喊。 喊不喊的事,都是听从父母。 不过,这个喊不喊,就是在主里面,主喜悦的事。 就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事。 那些作恶的、欺骗的、这个犯罪的, 统统都不是在主里面 所以那些事情不用听 如果是在圣经里面的 神起义的事 一概都是听从父母的吩咐 凡事听从父母 所以这是圣经对俗儿女的教训 我们感谢主 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尊敬我们父母 听从我们父母 来跟随我们父母这个教训 这样做父母的 如果我们对着我们的儿女 在管教上是过于放松的 这样我们的儿女 就不能够好好的被管教 被翻译、被以备 成为神喜悦的欺眠 甚至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年轻、少年、青年 或者是做工做的年轻人 因为父母对他们的管教是很松的 所以他们在晒的时候 没有办法在父母的训练当中 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人 而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对着生活的技巧 他们都缺乏 他们和人在关系是很浮沉的 对着很多的事 但是人在关系上 他们的生活的缺义等等 都是很缺乏的 因为没有受到很好的管教 很好的烦恋 真言十三章十八节 拒绝、规劝、必、穷、困、羞耻 接受管教的必受人尊重 真言十五章第五节 一座人藐视父亲的训绘 精明人接受父亲的管教 孩子们 起来吧 勇敢接受父母的这个管教 因为父母爱心的管教 主里面的管教 是能够使得我们作与女的得益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 能够被主帝帝使用的一个系列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父亲的角色里面 圣经教训父亲在这个管教上 没有这个太过严格 过分的管教系列 John Newton有说句话就是这样 我的父亲很认识我的 只是我知道的 但是在他的心里面 似乎就不希望我知道我爱气这一件事 所以这里形容了这个父亲是很严肃 不愿意表达自己心里所想的事件 还有这个马丁·努德 马丁·努德 他也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 就是在他的父亲的管教很严格 使得马丁·努德 他长大之后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都有一些卡子卡子 怎样说呢 在他的这个生命上 这个信仰的生命上 他很坦白的声音 他在祈祷的时候 有困难 就是对着 我叫这个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这几个字 是很困难 他叫不出这个天父爸爸去阿爸天父 因为这个爸爸的这个字眼 在他的心目中的印象是很严肃的 很过分管教的 很伤害的 使得起努力的 很可惜的一件事 这个真言书十九章十八节 亲吓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不可之意摧毁他 所以这里说到父母的责任是管教 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边 过分的管教 使得他们就会受到伤害 那么不管教 不用这个边来管教他们 这个孩子就会学怀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边管教得太过分 这个孩子就会受到伤害 我们在这个即场上的这个秩序 我们都感谢主神创造 神处下这个秩序 在我们即场上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 哥罗塞西第3章第22到24节 22节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服侍 像是讨人欢喜的 总要心存诚实 因为你们敬畏主 23节 你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24节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之业 作为神赐 你们要服侍的是主之都 阿里路亚 感谢主 在这个3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主耶稣教训我们 我们在公司里面 我们在服侍上司或者僱主 是全心全意的 诚实的 是不能做这个眼前的事奉 眼前的事奉 就是说 老闆一休想的时候 我们就 扮到好像很劲力 这样压 这个老闆一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 哇 难道不做工啊 这个是叫做眼前的事奉 这个圣经讲 没有这样做啊 我们成成实实啊 我们来尽力 做这个 服侍我们的 这个上司 我们的僱主 好 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上呢 能够有见证啊 能够荣耀上帝啊 全力而赴的 是尽力的 是尽力的 所以这个是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 我就是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呢 见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员工的体度啊 都深深体会到这个做员工的呢 其实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 这个我们能够见证耶稣基督 或者是我们羞辱了主耶稣基督 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员工呢 我们真是要好好来 来认识到我们在公司的这个这个职位呢 是上帝放我们在那里的 我们要好好压紧这个机会 就是尽量透过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呢 能够活出一个见证 能够活出一个 使到耶稣基督能够得荣耀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又能够活出两种 只有两种的这个生命 一是荣耀神 或者是使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亏欠的 所以我们能够尽力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 见证 在20多年的这个职场生活里面呢 我都是每一次 我都是亲自接待那些新的员工 来交谈的哦 其中有一些东西呢 我一定会和他们交代 关于公司的这个规矩啊 其中一条规矩呢 就是我们公司呢 不允许这个员工 任何员工 无论是这个高职位的 低职位的 或者是时候本身 都不能够 来做这个人生攻击 这个愿意暴力 愿意暴力呢 就是对着这个人呢 来做攻击 来取笑 来讲气的这个人格的 这个扁低的人格等等 这个是公司不能够 很严肃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一早就 当这个员工上班的时候 就和他们解释清楚 公司有这样的规矩哦 那么我们公司呢 都是给员工有一个地方 可以允许员工 来有情绪的这个表达的 都可以的 有时的东西呢 做错啊 或者是不对的时候呢 员工都可以 有情绪的表达 但是只可以 对事不对人啊 可以对着事件 对着那个员工 犯错的这个事件呢 来责问啊 或者是 来改正啊 来教训啊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就不可以 对着那个犯错的人呢 来取笑 来扯低的人格 讲起是猪啊 讲起是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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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些说话都不可以 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就会丑有意的 无论你是多高的职位 所以这个 是对着神 创造的人 有个基本的尊重 对着神 都是尊重的啊 好 人家讲啊 打架都是太过主人嘛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愿意来攻击其他的人 取笑其他人 因为戏都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在职场上呢 我们做仆人的呢 我们是打工的呢 我们可以尽心尽意来服侍 你听从这个上司的吩咐 或者是故主的吩咐 好叫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 因为耶稣基督的圣灵 救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 使得耶稣基督得荣耀 Amen 哥罗塞西第4章第1节 你们做主人的 带仆人要公正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 主在天上 哥罗塞西第3章第25节 行不义的人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我的公司呢 有很多年轻的马来同胞 我们以一家人的心来看待他们 为了耶稣基督的因故呢 我们积极地打破种族的偏见 不容忍的这个体度 我们用爱力 和他们建立一个深厚的情感 我们时时都提醒这个同事们 公司需要赚钱 但是赚钱不是我们第一个任务 安全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事项 公司希望员工每天早上 能够安全地到达工地 来做工 做完工呢 我们都希望员工能够 安全地回到公司 所以这个是我们 周北市提醒员工的一件事 安全第一 主顾安全 公司也都公平的 公正的 来对待每一个种族的员工 每分你是马来人 你是印度人 你是唐人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 都能够尽量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看大家是一家人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又被员工 能够感受到公司 对待他们是有公平的 有公正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 基督徒这个员工 和雇主呢 我们能够在这个 圣经的教训当中 来很好的 来利用这些真理 来经营 来管理公司 好叫我们 未信主的员工 能够看到 说基督徒 员工 和雇主呢 都是能够 互出不同的这个见证 不一样的这个生命见证 所以他们都能够 归荣耀给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呼吁基督徒 这个特别是 在这个职场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起来 建立这个品格的生命见证 使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 能够发挥影响来 使到这个职场里面的人 都能见到耶稣基督的门徒 真是不一样 真是有神在他们当中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 发挥影响力 不要惧怕 成为一群愿意兴起 给主使用 弟弟使用的 一般的基督征兵 Amen Amen 哈利路亚